就我不小心一個彩滑 我整個人是這樣 撲開 然後撞下去 但是都是鐵嘛 那滾軸 那個是石心的 我整個左臉就這樣撞下去 撞下去之後 我整個是暈眩的 然後暈眩之後我還 我自己都感覺我人好像神經 會抽搐你知道嗎 然後你旁邊就聽到 我老闆娘一直在叫我 蕭麗 蕭麗 你怎麼了 蕭麗 蕭麗 你就聽到聲音喔 但是我眼睛打開是看到是什麼 就整個白茵茵的 就好像霧很大 能見度二十公分而已 然後很茵 但是有那種光亮亮的 然後我就看到 但是你這邊臉還很痛啊 然後老闆娘那個聲音 一直叫一直叫 我就覺得很吵你知道嗎 一直叫一叫 我就想說我自己爬起來好了 我就就攤坐在那邊嘛 我就很直接人就這樣起來 起來就因為我老闆娘 怎麼一直在叫我 還一直叫叫叫 我就往回頭一看 我怎麼貪在那邊 我人是這樣 我先問一下白茵哥 你很特別 你十九年前曾經 參與過一個非常嚴重的車禍 參與 我也不願意 算是參與 熱烈參與 車子連山撞 對 沒有 這很恐怖 這就十九年前 我記得我剛入行差不多應該四五年的時候 早上一早 我們是在十點必須要到鹿港的一個 一個點集合 然後我想說 那他們都坐巴士去 我想說我自己開車 因為我下班之後 收工之後我可以回到台中 去陪我父母 吃個晚飯 然後再回台北這樣 然後我早上就差不多五點多 醒來之後我就開車 開車往南下 然後就往北二高 要往這個鹿港區 就差不多早上差不多一開車 那時候夏天 然後起大霧 然後我就慢慢開 但時數也差不多一百左右 然後開到北二高南下 六十八點五K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一台發財車 整台是橫躺在快車道 內衣車道這邊 已經出事了 已經出事 他已經整台翻車斜了 還好那個司機 他有按那個所謂的警示燈 然後但是問題 那種發財車 那種警示燈很小 你知道嗎 來不及 來不及 你能見度又差 一看到的時候 那時候你已經嚇到了 還好那時候是開手排車 馬上弄那個什麼 那個打到低速檔 減速之後 帶方向板拉過去 技術很好 不錯 有練過 然後就開過去之後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 我記得後面就一台 一台雅歌的車 就從我背後一撞下去 我整台車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 Turbo的車子你知道嗎 整台衝出去 失控 然後後面被撞了嘛 前面又撞到 失控之後又撞到 快車道的護欄 我那時候看到我的引擎蓋 已經凹了 然後整個就會那個氣體有沒有 水傷破掉 就冒煙了 整個人會 嚇死了 整個人會弄了差不多有五秒鐘 不對 我要下車 對 一打開門 一打開正要左腳跨出去的時候 又一台車 因為我是橫在人家的快車道 超車道 一台車就這樣筆直的過來 我剛才腳一跨過來 一看到連門都來不及拉 進來我的駕駛座 再跳到副駕駛座 握著 握著那個 握著那個什麼 我們上面有個拉環有沒有 握環 伸手也太狡潔 那時候還真的伸手還不錯 那種一秒鐘的決定 對 那一秒鐘 如果你來不及的話 這裡就沒有了 以下就沒有了 因為他的車子 車的保險桿會撞到你的車 這邊就沒有了 然後就那一秒鐘 一過來 一撞一下 我從副駕駛座下來 然後下來之後 然後後面的警察其實已經來了 然後那警察看到我 他就給我比這樣 他給我比這樣 還可以自己走下來 沒事 對 然後所有的人 三個雅各的這個三個人 兩大一小 然後後來另外那個 Toyota那個 一群人去差不多七八個進去 進去龍潭 那個要做比例 我說今天很感謝我們 我們這幾個人都沒有受傷 他只有車子壞掉而已 對 那就是大難不死 真的是大難不死耶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對 而且我的車子是 算是前撞後撞就全毀了 那是沒有用的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事情呢 我後來回想一下 其實是三個多月前 當時我們接觸宗教 然後就神明下來跟我說 你這幾個月自己開車小心一點 那我當時是開一臺國產車 那我想說 我對我自己好一點 然後去買一臺中古的歐洲 進口車 我不撞人家 人家來撞我 我應該好 結果真的就這樣 就因為我開內部車 所以我才沒事 當時那個拖雕隊來說 你這個車子很厲害 戰車 如果你今天開的是那種 一般的那種國產車的話 我說會怎麼樣 沒有啊 我們現在在讓猶牙減來拉你 我一聽我整個 你驚險一瞬間 你的時候的反應是什麼 驚險 恍神 其實那個撞到恍神 恍神會這樣 但你反應好快喔 對 我是真的 因為我才想 這是高速公路 你不能再二次追撞 一下來 再跳過來 其實那時候 我也滿佩服我自己的 白雲哥 你有個 我覺得也更特別 你國中的時候 靈魂出竅 對 我這一輩子 包括目前 對啦 就這一次而已 就那一次而已 一次就很了不起啊 幾次 靈魂出竅是什麼情形啊 我那個情形是因為 因為人家說靈魂出竅 是你受到重大的撞擊或驚嚇 才會靈魂出竅 那當時我在 那時候國中暑期 我就去鐵工廠打工 那時候哪有什麼 我們十幾歲就要去打工了 然後去打工的時候 我去那個鐵工廠 是因為它是專門 就是那種鐵很粗的 或很細的都有 但是我們要經過弄那個天車 那個吊車那個 把它吊到一個鋸台那邊 然後弄電腦設定 然後幾公分 然後它就會自己一直鋸 鋸完了之後 然後它自己還會再動 然後有一天我就在 可能那天我也比較累一點 然後你必須要在那個鐵上面 踩來踩去 但是那個鐵呢 它有時候它會抹一些油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嘛 然後掉... 後來有一個好像我踩滑的 然後你這個 大粗粗的這個鐵柱呢 要放上去 它有一個滾軸 滾軸你要放在上面 你弄手它就可以滑行了有沒有 就我不小心一個踩滑 我整個人是這樣 破開 然後撞下去 但是都是鐵嘛 那滾軸 那個是石心的 我整個昨天就這樣撞下去 撞下去之後 我整個是暈眩的 然後暈眩之後 我還... 我自己... 我自己都感覺我人好像神經啊 會抽搐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就 用很大力氣爬起來之後 然後就走過來 妳還有知覺 還有知覺 就幾個涼倉... 涼倉兩三步之後 蹲坐在那個地上 後面有一個 兩百加輪的汽油桶 我就靠在上面 那那時候我就... 起來了 沒事了 沒有... 那個根本你站不起來 你整個是這樣 整個好像一朵皮涕啊 皮涕瘫在那邊啊 然後你旁邊就聽到 我老闆娘一直在叫我 蕭麗... 你怎麼了 蕭麗... 你就聽到聲音喔 但是我眼睛打開 是看到是什麼 就整個... 白懵懵的 就好像霧很大 能見度二十公分而已 然後很懵 但是有那種光亮亮的 然後我就看到 但是你這邊臉還很痛啊 對 然後老闆娘那個聲音 一直叫一直叫 我就覺得很吵 你知道嗎 一直叫一叫 我就想說我自己爬起來好了 我就... 就攤坐在那邊嘛 我就很直接 人就這樣起來 起來就... 我老闆娘怎麼一直在叫我 還一直叫叫叫 我就往回頭一看 我怎麼攤在那邊 我人是這樣 攤著你知道嗎 整個電影拍得好像喔 對 然後呢 就你這樣遠遠的有個光 看你在下面這樣 對 然後我就看我自己 我怎麼攤在那邊 我一出... 出我那個身體之後 我左臉完全不痛了 就我就覺得 那個感覺是很... 離苦得樂 很平安的 那種很舒服的那種感覺 就白白的 亮亮的 然後... 然後你站起來 看到我自己的時候 只有腳踝跟... 跟我的身體是連著而已 那我那時候站起來我就 心裡真的 國中國二而已 我就想到 這個會不會是靈魂出竅 自己問自己喔 不對喔 旁邊很急促的聲音 結果老闆娘一直在叫我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好 我就再蹲下來喔 就這樣擠 就擠進去我的身體喔 就擠進去 我就很大聲喊一下 原來我已經回到身體了 但是那時候臉好痛喔 就痛了 然後我就再打開 然後我老闆娘是蹲在我旁邊 小李 你有沒有什麼事 然後我老闆娘 我臉很痛 這個那時候已經腫起來了 你趕快洗一洗 然後臉洗一洗 然後你趕快回家好了 好 然後我把我這個事情 跟我媽媽講 我媽才帶我隔天 又帶我去廟裡拜拜 她說你真的是 算是撿回來了 那就是我那一次 你描述得好清晰耶 因為那個是我真的碰到的嘛 不是那種很模糊的感覺 那時候你看喔 這都三十幾年我還記住啊 我那時候一出去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就回不來 好 來問一下白雲哥 你最害怕失去什麼 單身最害怕失去 自由啊 對啊 自由啊 其實我是火象星座的嘛 我也是啊 我們喜歡自由自在 對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因為以前在我們的 譬如說四十歲之前呢 我們可能 我曾經有過婚姻嘛 我已經被局限住了 但是現在呢 就真的到了這個年紀 想去哪裡玩 去哪裡走走就去走走 真的 你單身多久了 三年多 三年多時間 都非常自由 其實是沒有錯 非常自由啊 非常自由 對啊 沒錯 那你剛剛就講說 你不想一個人 這個孤獨終老嘛 對不對 要一個人 你又這麼喜歡自由的人 好 我跟你講 怎麼會矛盾 我都已經快半百了嘛 那半百的再找到 另外那一半呢 也將來不會相距太遠嘛 不能找那個太年輕的 急嗎 男人不是不管幾歲 始終如一 都要二十歲的 是沒有錯啦 但是我要跟你講 那個就是 一起過生活的跟 偶爾出去玩的那種是 年齡不一樣嘛 你如果要 一直要往後到你 一直長期住跟偶爾住的 對象是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啊 對啊 不然你長期住的那種 二十歲的那種 搞不好 三個禮拜 我就自己就出山了 你知道嗎 出山你知道嗎 你先天爺爺爺爺爺爺 不是啦 不會甩的啦 再好的身體 也不能每天這樣操啊 對啊 我們都幾歲了 對啦 偶爾還是要補一補身體 當然我就說 自由就是說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到一直到 我之前的婚姻離婚之後 我現在一直覺得說 我現在到了五十歲了 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就不要再逼迫我說 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找的對象 你的年齡層 範圍 範圍喔 四十上下 四十上下 是喔 四十上下 對 當真 如果有事就這樣啦 那如果可以 往年輕一點當的是好 但是年輕一點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個性 不會 思想也不一樣 對 就有一點代溝嘛 比如說 現在年輕人啊 就是有一些 想法 公主病什麼的這些 你叫她洗個完 她也不會去幫你 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看到小女生 應該覺得很疼愛她吧 疼愛這個公主吧 疼啊 疼得不得了啊 但是她這樣表現 我會心疼啊 對不對 如果配合度不好呢 對不對 那我的個性是說 能在一起長久的 是最主要的 我們不可能 現在都 都這個年紀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像妳 會去找那種 二十歲的 小狼狗嗎 我不排斥啊 那就對了 沒有錯 聽說現在 有很多人 跟妳的交往過程中 都會覺得妳防衛性很重 妳發現什麼情況 妳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又有問題 要踩煞車 現在什麼是妳的地雷 沒有啊 就譬如說我們 男女之間 我出去玩的時候 有時候我也覺得說 聚會 譬如說我很喜歡這個女生 但是我絕對會 帶妳出去 我自己哥們的聚會 自己哥們的聚會 而且這些哥們 跟我在一起都多久呢 都差不多二十幾年 三十年了 然後 而且我會放著她 跟我哥們聊天 然後我譬如說 另外跟 譬如說我的阿嫂 或什麼聊天 然後我朋友去探探她口風 然後去聊 團體測試的概念 對 對 就 我同學跟我講 這女孩子 不OK 不行 就會跟我講 那像譬如說我曾經碰過 之前有碰過一個就是 為了 為了她想 因為她沒有工作 對 然後 然後 我就想我幫她弄一個工作 我說很簡單 那 妳要 妳會做什麼工作 可以開飲料店 或者是開什麼炸雞店 剛好這兩個是全台灣 搗電力最多的 有沒有 對不對 我說有錢也不能這樣話 她說她真的很有心 好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 也想創業 然後兩個就合併 然後就跟她講 然後就 那很簡單嘛 那我們資金一個人 三十萬嘛 那兩個人 兩個人就六十萬了 而且並不是店面 只是攤子而已 然後 我這個朋友在幫我測試她 然後後來 她一定會推到我身上 說我這邊有嗎 我當然有啊 但是既然 我會覺得說 既然妳要去跟她合作 這個錢從妳身上拿出來 妳會很珍惜她 沒有錯 妳不可能做三天就 不做了啦 就走人了 不可能 結果到最後一天 隔天 我朋友講好了 拿了錢來 到我家來 然後我的錢準備好了 然後就跟她講說 怎麼樣要不要處理 一起來做 她就 顧左右而言她 我現在不方便 怎麼樣 那不然找我這邊 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講 趕快不要了 壞刀斬亂 因為呢 如果呢 她跟她一起合作下去 如果中間還有不足的話 我會支持她 我一定會支持她的 但是她一開始 那種跟我朋友講的 很熱絡啊 結果真的要拿錢出來 她說 她一個錢 她一個錢打二十四個角 我打四十八個角 我要更小心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後來這個生意沒有合作 沒有生意合作 你們兩個感情 也沒有合作下去 也沒有了 正常不對 趕快跳躁 氣壁完整 真的是這樣 要很小心 我跟你講 我們有時候我都覺得 到了我們這年紀 還好我們身上 有一點點錢 對 不然啊 生理念啊 可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 有時候要這個 一小關天 見為之助 她會不會太小心一點了 後來我碰到這個事情 我後來 後續碰到這個 裹裹裹的事情 不是 這個所有朋友知道之後 原來是真的要很小心 真的要很小心 那時候真的是 啞巴吃黃臉 真的會這樣 所以 以至於我這麼小心 就小心 對啊 你怎麼看 這樣會不會太小心 把一些好姻緣 都給小心掉 白雲哥你可以讓我分析啦 可以 好 那妳看吧 先問一下啦 好 因為我覺得從剛才 那個國與國之間的故事 我已經看到一個東西是 你已經失去了 對人的信任 對異性的信任 這是一個 但第二件事情是 你也失去了 對你自己的信任 你怎麼視人不親 所以你那個視人不親啊 你每一次如果有 可能的對象 你就要請哥們的眼睛們 來幫你確認 對 要找別人軍師一起看 要有很多的軍師來幫你自己 確認我這一次的眼睛 到底長得對不對 對 那個東西其實就有一點 就變成說 那關係不是只有你們兩個之間 然後如果有問題 是不是也要請其他人來解決 對 這個是其中一個部分 可是你看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自由 對 可是你在關係當中 怎麼樣有自由 你進到親密關係 你還是可以有自由 可是你如果在親密關係裡頭 你沒有信任 你很難談自由 因為對方就會覺得 你去哪裡你都不跟我說 你也沒有跟我透明你的行程 那我怎麼相信你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我都告訴你 你是不是要綁我綁得很死 所以它就會變成就是 你進入關係裡頭 你就一直很難有那種自由的感覺 因為你不相信你自己 你也不相信對方 親密關係第一步要先有信任 要有信任 才要說得到彼此的自由 他這樣要反過來了 對 可是因為你受傷 對 有受傷過了 今年就變成比較 比較小心 比較小心 就比較多的防衛在裡頭